youtube Yo what's up guys 我是你们的T老师 又是很长一段时间没给大家见面了 当然在这个月里面呢 除了忙工作以外 还经历了许多其他的事情 所以在今天的视频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 我去了哪里干了些什么事情 在这一个多月里面呢 我度过了自己24岁的生日 收到很多来自大家的祝福 当然也收到很多礼物 其中就包括了 上期大家看到的老伦送给我的 乐高保时捷 当然还有这套 我女朋友送给我的 本命年的保命红内裤 很符合我的气质 除了内裤之外呢 当然还有上期视频 大家看到的老伦送给我的乐高保时捷 经过一个多月空旅时间的拼凑呢 这样乐高保时捷呢 我已经基本上把他的雏形给拼出来了 除了过生日收礼物之外呢 我还去了一趟德国的慕尼黑 顺便看了几家比较有意思的闲店 现在呢是在慕尼黑 然后今天的结束工作的主要的任务呢 就是来购物逛街 然后来给大家看看一些在慕尼黑 比较酷 比较有意思的鞋店 和一些有趣的东西吧 旁边就有一家Vlogger 但是Vlogger应该是不让拍摄的 所以我不确定 我拿着相机进去看他会不会不让我拍 试试看吧 可以拍可以拍 大家看看慕尼黑的Vlogger是什么喜欢的 那我们现在去下一家是在网上看到的 在慕尼黑比较出名的一家鞋店 Soulbox Let's go 这地方有点酷 是在地下的 然后进来之后呢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镜子 然后非常酷的一个走廊 然后呢 下来之后呢 到了这个地下室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鞋子 然后整一个的装修呢 也是酷的不行的 这呢 真的是一个非常酷的地方 然后呢 也强烈建议大家如果来慕尼黑的话呢 就来这里逛一逛 走了一段路 之后呢 就来到下一家的 BSTN 然后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本地也是这样读 但是它上面写的底就是一个BSTN BSTN 店员要出去吃午饭了 所以我们进不去了 它一个小时之后才能回来 但是我没有赶时间 所以这次就 拜拜了 好 虽然刚刚的鞋店关门了 但是现在呢 刚好有时间 来宝马的博物馆看看 就挺好的 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在今年的五月份呢 SneakerCon会来到上海 举办他们的首次国内的展览 那么在这样一个世界鞋头都向往的球鞋盛会呢 我们不仅能看到摸到买到很多我们感兴趣的球鞋 最重要的是能够结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喜欢球鞋的朋友 而这一次呢实在是非常可惜 老T因为自己的个人原因呢 实在是抽不出时间来去参加这一次的SneakerCon 不过我相信这肯定只是一个开始 SneakerCon来了中国一次 肯定会有第二第三无数次的SneakerCon在中国举办 在那个时候 再来好好的跟大家一起面对面的交流 喜欢支持我和老人视频的朋友们呢 别忘了要点赞 关注我的微博抖音B站 如果你也对球鞋感兴趣 那么一定要加入我们的鞋头研究所 Alright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Peace out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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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